第38题,38题到40题是题组 新闻剪辑 台中一名66岁的郭姓阿嬷日前打扫厕所时 应使用漂白水方式不对 扫完竟然又喘又咳 送医照X光后发现右下肺浸润 双侧肺积水 险些寿命 转入交互病房以液克膜治疗7天 住院整整52天后才脱离险境 漂白水是一种强氧化剂 一般家庭中的漂白水主要含有次氯酸钠 PH值在9到13之间属于强碱性水容易 会刺激并腐蚀暴露的部位 皮肤或眼睛接触时 可能导致发炎、角膜损伤及皮肤的灼伤 若不胜吸入 则会引起吸入性肺炎 或甚至肺水肿、呼吸衰竭 而且漂白水若与原山一同使用 会反应产生有毒的滤气 千万不可以涂放面 同时将多种心结剂混合使用 第三十八题是问我们 最近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蔓延 商人纷纷推出号称具有杀菌效果的各种喷雾 其中又以包装后的绿酸钠水容易最为热销 请问绿酸钠水容易是一种 那我们看到前面的叙述已经告诉我们了 漂白水是一种强氧化剂 一般家庭中的漂白水主要含有的是次氯酸钠 所以我们晓得这种漂白水的功用主要就是所谓的强氧化剂 因此第三十八题问我们说 请问绿酸钠水容易是一种 我们答案选的是A强氧化剂